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乌克兰已经展开了第二轮的和谈的讨论 乌克兰总统的顾问在今天就说 乌克兰跟俄罗斯官员为了达成停火所举行的第二轮谈判 已经在把俄罗斯跟波兰的边界展开 而这一次第二轮的和谈主要也会要商讨 就包括了停火 另外还要开辟人道走廊 现在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总署则呼吁 俄罗斯要停止在乌克兰核子设施一切的作战行动 包括了在车落比核电厂的遗址方面的 这所有的军事动作 根据在现在的资料看到 国际原子能总署通过的这项决议 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作战行动 包括强行夺取核设施等暴力行为 外交的消息人士则说 35个会员国组成的理事会 以28票压倒性多数通过了这一项决议 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王群则说 这项决议是明显的超出了国际原子能总署的群线 加了许多的政治成分 现在28票的通过 另外还是有不赞成的 就包括了中国还有俄罗斯都投下反对票 而弃权票则是印度巴基斯坦 塞尼加尔南非再加上越南 接下来我们看到来自奥斯陆的消息 全球最大的挪威主权财富基金在今天估计 由于俄罗斯的和乌克兰的战争 再加上西方国家对俄国实施制裁 它所持有的俄罗斯资产价值现在缩水 剩下原本价值的只有十分之一 挪威主权财富基金在今天的年度报告中说到 2021年底持有价值274亿 挪威克朗的俄国股票 占投资组合总额的0.2% 而在现在因为战争的关系 持有的俄国资产可是缩水达90%了 接着我们也看到俄罗斯上个月入侵乌克兰之后 引发了连串的国际制裁 数十年来意大利可是一直和俄罗斯 维持的重要经济联系 现在随着它的入侵的动作 也使得罗马政府与欧洲重新结盟 可能会让意大利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在纽约时报则说作为全欧洲和俄国关系 最密切的国家之一 尽管意大利担忧制裁 将对这个国家能源的进口 奢侈品产业和银行产生回旋标效应 不过目前还是决定要加紧脚步 与欧洲盟友联手对俄罗斯 这个是实施严厉制裁 不过意大利人可能也得要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 意大利曾经被俄罗斯和忧心的北约盟国 视为潜在的软乐 而使得普丁能够打破欧洲的自由主义共识 加强自身区域影响力 如今意大利选择靠着欧盟的团结来武装自己 同时接受克里姆林宫可能出于报复 切断一大部分燃料供应的风险 所以现在加入对俄罗斯的制裁 意大利所要面临的风险 那可是比以往高很多了 在这里可以想象我们说交友不慎 这个算不算是意大利交友不慎的一个写照 好 下篇我们继续看 这是随着俄罗斯入侵 乌克兰引发国际制裁 我们晓得苹果 Apple也决定加入对俄罗斯的制裁行列 它要暂停在俄罗斯销售它的产品 分析师则说 苹果的举措现在对它的对手 包括了三星 三星电子等在内造成了压力 苹果是在1号宣布在俄国停售 它的产品和若干行动之后 俄罗斯苹果官网上 所有产品的购买运送选项 都呈现无法使用了 俄罗斯境外的App Store 也没有办法下载俄国官媒的应用程式 在现在呢 苹果是科技领域举足轻重的参与者 也是世上最有价值的公司之一 这家科技巨头可是身处强势地位 因此是有本钱采取这些制裁行动的 现在呢它的制裁行动展开之后 对于它的对手竞争对手 像是Samsung 这个三星电子等呢 这应该对他们来讲 这个就是压力了 好的朋友们 这就是带给大家在我们今天的五件新闻 胡美剑在这里为朋友们编辑播报 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 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接下来的节目 12点半将带给朋友们的是黄金岁月 今天再度会邀请卢斯亚联邦医保专家 里边有一些重要有趣的这个重点 要提供朋友们参考 提供朋友们注意哦 稍后别错过了 我们也快关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